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時來運轉 我們節目是由台灣運財和中時電子報一起直播 我是欣慈 歡迎我們今天節目來賓 台灣運財總經理林柏泰先生 總經理好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談的是 非常緊張刺激的MLB新球賽 而且我們3月20號呢 都在海外賽在東京開幕了對不對 對 我們都非常想知道最後是誰會得冠軍 每一隊的實力都相當的平均耶 總經理那我到底要單買還是要包牌 大家會有這個選擇困難 我自己就是 我想很多人都對這個話題非常感興趣 因為MLB大家非常關注 很精彩 大家都會想說總冠軍是誰 對 那我們運產冠軍這個玩法 我們現在也都開盤了 如果你想要拆這個冠軍的話 跟買的時間點 很有關係 尤其在這個季初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伯仲之間的一個水準的話 開出來的賠率相對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也是你這個冠軍投注的一個好時機 今天也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冠軍投注 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買 那首先先跟大家講 有一種所謂的單買的投注 好的 什麼叫做單買的投注 意思是說有這麼多個選項 那你就可能中獎的選項 你挑一個來買 就你認為他會中獎 就挑那一項買 這叫做單買 這好像不太適合我 那單買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機會也許少一點 中獎機會也許少一點 但是一旦中獎 你的賠率會高一點 獲利率會好一點 這叫做單買 所以比較適合積極型的 有分析啊 他覺得說就是這一對了 我就買他這一對 或者是觀察比較多的對不對 對 那適合單買的是屬於比較有分析 有積極型的 那包牌怎麼買呢 好的 另外一種方式叫做包牌 那包牌顧名思義是什麼呢 好幾種可能把它包在一起投注 意思是說你就可能中獎的 一個情況的選項呢 同時呢一起買 所以任何一個選項發生的話呢 就中獎了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它是適合比較穩健型的 這個投注的人來做這個投注 那 我有一問是包牌的話 成本相對比較高 總教委 對的 跟大家報告 因為你啊 各種選項包多一點一起買 是不是這個也買 那個也買 那個也買 是 代表你要花的一個金額 是不是 比單買來多一點 對 那因為你多了一些買 那你的機會可以比較高 那 當然你一中的話 由於你的投入 跟中獎的倍數 中間你的獲利率會跟 單買來講就不一樣 所以 單買機會也許少一點 但是獲利率會高一點 那包牌機會多一點 但是獲利率相對會少一點 那這種取捨 完完全全就看我們投注人 大家怎麼觀察 對 怎麼觀察 怎麼分析 跟怎麼判斷 好 那我們來分析一下 我們這次的賽況 整個酬隊 那冠軍特別項目 我們現在已經開盤 30支球隊 我們都有開出他冠軍的賠率 那大家可以在我們官網上 參考到這個賠率 那我們說冠軍 現在叫季初 就是這個季剛開始 這個時候的賠率 有一些由於大家 還沒有正式好多一點比賽 所以博仲之間的話 還比較難以斷定 哪一個比較篤定 所以這個時候比較有可能 得冠的那幾隊 他的冠軍賠率都會在博仲之間 而且相對都比較高一點 非常適合冠軍投注的一個消費者 現階段來賣 而且也還沒適合 用包牌方式來賣 對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這些隊伍 熱門的隊伍 他們目前的賠率 好的 那我們就以目前 我們開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的 我們用季初看好度 一到八名來看 那簡單介紹 有人好我們包牌吧 用簡單講 就從這個季初看好度的前四名 是 來進行包牌 打個比方 目前看好度的前四名是 太空人 陽姬 紅襪 稻旗 那太空人呢 他是呢 上 也就是前年 前年的這個冠軍 那楊姬是去年的全雷打這個最多的球隊 紅襪是去年的冠軍 那到齊是去年跟前年 兩年都打到世界大賽的隊伍 好啦這四個看好度 最好的 四個球隊 那如果你同時 就是把它納入投注的話 叫做包牌 包這四對 然後如果你等何包 每個都買一百塊 它個別的賠率 有6.25 6.25 6.25 跟7.5 差不多耶 意思說我如果買一百塊 重的話就是贏625嗎 對 如果你買這一百塊太空人 那太空人重了 那你就拿625 625 是 那個叫做單買 了解 你如果要包牌 你如果包四個一起 那譬如說每個都買一百塊 那就是包牌四百 那只要有一個重 你是不是可以領625 對 那625是比你的400多 對 那625除以400 會變成是1.56 代表說扣掉一本金的話 你的獲利率是56% 那當然你會56%不錯啦 但是是不是比你當初的6.25倍 單買會低一點 對 所以這就是一個取捨 單買機會少一點 但是一中的話獲利率高 包牌可以讓你中獎機會變多 你看看四個可能 你都可以算中獎 但是相對應的你的可能的獲利率 就會因此而做取捨 所以這就是一個單買 跟投注的一個配置 那有人說 搞不好 投面對五贏囉 對啊 那我現在他們看好 但是不見得他們會奪冠 會不會發生在五到八名 有逆向思考對不對 對啊 那目前五到八名看好 都的話有費生人 小熊 釀酒人 跟印第安人 一樣你也可以包五到八 各買一百塊 它的賠率分別十倍 十二倍 十三倍 只要有一個中獎 你的獲利率都不錯 變高了耶 對 所以在這個季初冠軍賠率都還不錯的時候 非常適合包牌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看是不是要包看好度 前三 前四 或者是看好度的前五 這個五到六 或五到八等等 或者你也可以混搭 兩名挑前到四的 兩名挑五到八的 就或者是你也可以包兩個就好 包三個也好 完完全全就看你的分析 你的判斷 跟你在可能中獎的機會 跟可能的獲利率之間 如何做一個取捨 那這個單買跟這個包牌 來做一個選擇 都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投注方式 對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幾年 大家都怎麼買呢 這幾年我想過去 我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把他過去的三年 是 得冠軍的隊伍 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比如說去年的冠軍是紅襪 是 他的季初看好度 也就是說去年的 力行賽剛開始的時候 開盤的人是 按照冠軍賠率他是 第七名 也就是說 他當初並不是看好度第一名 他是第七名 結果最後他得冠軍 所以他的相對賠率比較高 對 所以你單書如果單買第七名 你就可以報回12.5倍 12.5倍 如果你是包牌 5到8名 他落到588名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得到 有一定的一個倍數 同樣的 同樣的 前一年就是太空人第一名 他起初看好度也是第七名 所以同樣你單買第七 或者你包牌這個七跟八 你的都可以中 那當然再往前一年是小熊 小熊第一名 如果你是單買第一名 你有6.75倍 你如果包牌 你也可以包牌前四名 你也是有不錯的一個獲利率 那我們如列出過去三年的一個冠軍隊伍 以及他們起初的看好度的賠率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所以也因為過去三年分別落在第一名 跟第七名 所以我剛剛舉的例子 包牌的兩種model 一個是包前四名 一個是包5到8名 當然你也可以混包 前四名的找兩個 或者是5到8名的找兩個 搭在一起包也行 這個時候由於大家的冠軍賠率 都還蠻高的 就蠻適合包牌 還有一定的獲利率 所以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今天提供的數據 給大家分析一下 你可以掐指一算 或是跟你的球友 趕快討論一下 像我今年就買洋基好了 因為我爸爸是洋界球迷 每天都在看比賽 OK 那也希望大家都中大獎了 總運謝謝你今天分享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